都出汽了 來這裡都扛了 這茄子都沒動賣了 大雨過後 台南的小玉西瓜 溪水過多一摔就碎 新建院長蘇貞昌 特別南下視察安慰歸人的刮農們 但說再多都沒有辦法挽回 農民辛苦 栽種的心血 這完全沒動賣了 這時間要賣 以前你一個禮拜前 好就沒辦法認同是 有班一班 去高台公司一公斤賣五塊 一斤十三個 三個跟雲金最少就完了 我下面還有一塊八甲三分六的 也全部都死光了 我那邊新種了一塊十三甲的 差不多也去了 上百甲的西瓜田 通通來不及搶收 都泡爛在水裡 截至10號早上11點為止 全台農損金額突破4億 2006萬元 光是西瓜就佔了4000萬 目前還是以嘉義縣 損失1億2518萬元 登全台之冠 再來是高雄的5905萬元 和雲林的5418萬元 受損最嚴重的作物 則是木瓜、落花生和龍眼 而這些農損恐怕都只是 冰山一角 瓜果類、葉菜類的農作物 下過雨曬到太陽 延遲性災害損失 才剛開始一一浮現 蘇貞昌強調搶救農民 一定要快速也會拼效率 但一場雨災、心血全都泡湯 農民希望最快的方法就是 發現金解決沒收入又虧本的燃眉之急 環宇新聞陳炎蔚、江柏惠、黃宇竹 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